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然后还因为同行的人不好意思被人看见还往后挪了挪才擦了几滴眼泪 结果后来听到大家说这个电影不咋地是吧 我可是真的看了热水沸腾的大半夜的 一个电影出来在艺术上有人说好有人说有问题这都是很正常 我的也不是说评论这个电影 我看出一个东西我特别想跟丹青老师请教请教 就是有个很奇怪的现象 就是这次我留意到很多人就是说看明星去了 就是因为很多明星支持 但是有些人说一看就是刘烨 不是毛泽东 或者说一看就是张震不是蒋介石 对吧这个事我看了之后我反倒感觉就这个建党伟业在挑选演员这方面 比那个建国大业反而是更注重了形式 就是是很认真的 就是这找的这些明星要照我说都有几分形式 你包括刘烨就为这个都增肥啊就为了说毛泽东的那当时的脸是有点丰满的 可是为什么我也确实看着好像就是这个演员表演是很尽力的啊 每人就那么一点戏表演是很卖力气 可是我也觉得跟那个历史照片上那个都不是一回事 后来我就让他们把这个照片相比啊 我就发现呢就是一水的我找不到合适的词啊 我就感觉那个时候民国时候的那个人呢 那个原照啊人就都是厚 现在的样子虽然你是形似但怎么就显得薄 就是我给你看看你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啊 你比如说你看 你看按说我就觉得这个陈坤啊跟周恩来啊 总比他比当年蒋经国要像对吗 这有点形似 可是你看周恩来是这么一种好像 有一种这什么的正啊还是成啊还是后啊在里面 你看陈坤呢他实际你这么一笔还是现代的一个 你看蒋介石我就觉得那真是这个中正啊长得挺中正 你你哎按说啊这个这个演员张震呢是有点形似 我觉得脸形什么的 可是呢他就显得有点坚薄还是什么 嗯 蒋介石这个显得有点厚重好像是 嗯 再看下边你看 按說也有材说是形似啊 可是呢 怎么就这不一样出在哪儿 你再看下面 你看爱说这也行似对吗 李大钊 可是你看你就觉得李大钊这个就是敦后 这个有一种敦后那个东西在里面 你看陈独秀 你看你就觉得这个真正的这个陈独秀的这个脸呢 我就觉得好像都可以叫陈风雷 就是好像他脸上有风雷之色 都是这种鼓鼓掌的元气的这么一种感觉 你看他戴演员呢 今天的演员就长得就是薄 我这个感觉错了吗 没有啊 没有 这个形容词随便用 这个世界范围都有这个问题 我们小时候记得的 当然刻骨明星就是列宁在十月 那这里面不光是列宁 这极酷似 斯大林斯威尔德洛夫什么摩洛托夫什么 就是我们能想到的这些人 然后我到了西方以后 我在美国看过至少20部电影是关于西方美术史里面的重要画家 从伦布朗到格雷扣一直到近代的像皮卡索 蒙克 樊高那不用说了 就是呃是人类会想办法就是找人就是跟原来那个人像 然后再现这也是一个欲望 这个那有时成功有时不太成功 嗯啊中国一直在是我我印象当中最酷销的是两个人就是走向共和的连续剧 就是演孙中山那个人孙中山太像了 这次也是那个孙中山啊 这是我我我见过的中国试图还原就是历史面向的最成功的一例 而且他演得也好演得也好 还有一例就是原世凯 原世凯呢其实孙孙孙孙孙孙是个很好的人 实际上很好的很善良一个人 但他要去演这么一个一个原世凯 但是也还行事 所以你刚才给我们看的是那个静态照片 对有时候他给他戏了以后 就动作上下文 台词上下文这么连起来 你慢慢会忘记他像不像 所以你一静态 你太多可以追究的 完全面向学五官这样去追究 生理上追究 还有当然就所谓精神气质上去追究 这个无穷无尽的 没有办法 光明你的这种 你看你在台湾长大 你像你看我挺奇怪 你看我们这个电影 涉及到的一些民国人物 比如说蒋介石的像 从小你是很熟悉 那你会觉得张震和他之间 你是看张震的还是看介石呢 所以我觉得这么大堆头的演员 对我来讲 我觉得对这 在这部戏里面出现之后 他干扰多过于让我兴奋 有点 就是他太干扰了 如果说你里面的那个谁 蔡厄 刘德华演的 我记得蔡厄 我们小时候读那个历史书的时候 我还记得是一个椭圆的 一个黑白的 然后一个小小带一个 小脸 对 小瘦子 对 忽然之间怎么 蔡厄就成刘德华了 就是刘德华 蔡厄 刘德华 就是我在看戏的时候 我特别干扰 特别干扰 然后像那个孙艺仙呢 那个扮演者 哇塞 他太像了 就尤其他不说话的时候 太像太像 我现在想这是谁 吓掉了 太像了 真的是有点在那种在世的那种感觉 但是他说话 就虽然我也我也不知道 孙艺仙先生 他真实说话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但是他一说话之后 我就觉得少了那么一点 所谓你所说的那种厚重的那个感觉 我还是觉得 就是说不同年代 是不是不同年代的人的样子 实际是绝不可能在另一年代再现的 这里面好几层可以分析 还有一层呢 就是因为我这一代人是看革命电影 党的电影长大的 所以我对建国大业呢 也有兴趣要看 就是它是个新版本 新人马在那演 新美学或者 但是呢 我记得五六十年代的主流电影 所谓咱们这叫主旋律电影 精神其实演得非常像 演军阀 演帝王 演比方英雄烈士 那要比今天要像得多 为什么 就那一代人他见过这些人 见过这些人 比方我记得一个白雨 白雨在那个风暴一个电影里面演军阀 他当然没有当过军阀 但他见到过军阀小时候啊 然后类似像这个东北那个演员 演演演邓士昌就甲午风云 哦对对对邓士昌印象 但是他不会见过清清清末一个海军官员 但是他小时候的这种各地地方官员的派头走出来 那种威啊 那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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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动 再有就是这个赵丹 演林则徐 我听好几年轻演员说 就就那几下子我们无法超越 怎么弄 但我在想就甚至我小时候我都见过就是很老的老人 我现在想起来他们是清末出生的人 所以他有一种做派做那 那全社会那时候都是这样啊 所以其实他有一个就讲啊 你看我们讲这些毛主席啊周总理啊 其实他们从出生来讲是民国人 是清朝人啊是 对对吧清末的时候出生的嘛 毛先生是1893年生的 中文来是1890几年 也不是1900年以后生的 所以实际上他们论论论身份论文化身份 他们是清末人你想想看 所以你现在再回去看清末的照片 你看什么杨渡啊梁启超啊这个这个什么 他有股气 他是跟那个整个时代在一块的 这个气过了你怎么像都演不出来 这真没有办法的事情 你在台湾有没有见到一些当年的遗老啊 像在电视上当年的这个这个国民党的这种元老 我见到过 我不能说那个是元老 但是我在1995年 我在那个立交桥下面看过壮大的场面 台北的立交桥 就是几百桌 就民进党的选举 当时民进党还是在野党 我见到了包括陈水扁 那是还是台北市长 然后见到了三五个就是民进党创 创始人都登过监狱的人 但是我我不重视他们的样子 我重视的台下饭桌上的人 尤其是头二十排那二十桌人 这什么人 我看到了就是解放后被镇压的那些家庭成员 就是地主好生 就是这个社会贤达 从老太爷老太太一直到儿子儿媳妇 一直到孙辈 甚至曾孙辈 一家族一家族坐哪儿 就是讲的台湾话 闽南语 这种样子在大陆就看不见 我只能记得在五十年代在上海 偶尔能看到这样的样子 非投大尔讲话非常有礼貌 但是呢又名气很旺 其实就是世生皆成 世生 世生皆成和最早一代的民族资本家的后代 和他们本人都在 很老的八九十岁的都有 给人扶出来做的轮椅 那气象真是不一样 跟今天的有钱人又完全不一样 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台湾叫一些 比较通俗的说法就是土财主 地主 对 这样子的人 那他们那个时候我相信 他们会那么支持的 那么的支持民进党 主要原因是因为 他们是既得利益者 然后国民党可能又是一个 本土精英 然后他们在二二八当中受过伤害 他可能一路以来一直在受到压榨 所谓国民党对他们的一些压榨 70后的演员 80后的演员 60后的演员 包括我这一代演员 你现在要演一个一九一几年的人 有真的真的很困难 尤其是70后80后 他没见过那样的人 一个演员是很敏感的 他只要见过一个比方黑社会老大 或者见过一个党魁 他哪怕装都能装得比咱们一般人像 就不在乎他长得怎么样 没错就不可能了 这个见过的还真的是不一样 我现在就发现咱们就说景仰风神 或者说我这辈子曾经会过一个人 我最近看一本好像叫一个一个 撰客家吧 陈聚来先生 写的这么一本书 太有意思了 写一本书 他就回忆他见到的很多人 他就说 他说我今天的做人受到他们的影响 那比如说他讲这个袁寒云 这个就是袁世凯 袁世凯的第二个儿子 那家伙这个写字 那是文采风流的这么一个人 他就说这样的一个偏偏这个家公子 他就说每一次一见 你看这个人一方面又是什么青帮老大 很多徒弟的 但是真见到他 就是叫寻寻如也 就是那种谦和礼貌待人 你一点都看不出 他对各色人等一视同仁 逛窑子对所有小姐都一样 捧着盒子帮人化妆 没错 这种人我都小时候见过 就真有钱人家子弟 根本不像电影里一样 演那种恶公子 奉得要命 就单纯的一塌糊涂 对钱没有概念 对你是穷人还是富人都没有概念 见到个生人就高兴 在托尔斯泰书里那种贵族也是这样 真正的贵族 其实咱们现在就很傻逼实际上 就特别单纯 你像他就讲这个这个袁寒云 就说这个人流连青楼 照他讲也是比较风流的这么一个人 死的时候都有很多青楼女子给他送行 但是他真见到这个人的时候很奇怪 只要是一桌在一起吃饭或者喝花酒 他对这个女子 不管是长三堂子里的还是什么人 碰都不碰 就持之以理 后来他就问他说为什么会这样 后来这个人说 就袁寒云就说 说只在我跟这个女人在一起 我们两个人的时候 我可以有一些亲密的举动 他说如果是在人前 那对这个女人太不尊重了 那不是风流本色 这是规矩 所以说你就感觉到这种 这种人的人物的这种风神 然后他写的陆小曼 我没有见过任何写陆小曼的写的能够让我想象这个人 只有他写的就是你能见到这个人 也不像大家说那么一个风流女子不懂事 不是不是 绝对不是有性情的 有性情 此外他写到民国的狂人也很有意思 就那会性格不受压抑 一方面是有礼有约束有规矩 另一方面人个性其实蛮展开的 他闻人狂人到什么地步 就是哥们你这首诗就有路放翁的意思 帮台子就拍下去 一桌人吃饭 放翁什么东西 我东西怎么向他伏羞而去绝交 就这样 就多有意思这样的人 没错 有这样的狂人的 而且他有些东西啊 就是你就看出所谓的什么叫这个贵族啊 他不是装出来的 他是自然流露的 你比如说他就说这个谁呢 普新鱼 也在晚年也在台湾 这个大画家 就是这个这个普新鱼 他是好像是公秦王的孙子还是什么 皇亲国戚吧 他普新鱼 你看他就讲到一个细节 就是啊 有些咱们看起来是很不礼貌的行动 但是你一看他就是他这种家庭里出来的 好比说有人送给他几方印 人家撰刻的送给几方印 他拿来看了看 随手就交给这成绩来 说正好磨了你给我刻印 他觉得说对人家很不礼貌啊 就是说这个说这个印刻的很好啊 你你为什么说啊 你不要啊 那就扔了吧 你看啊 这就是这种啊 他也不是装出来的 他就是皇亲国戚 从小的这样的 你一看他就是这么一种出来的 他在放弹或者斯文 或者讲理或者狂暴 这里面的维度非常大 对 然后这种是风格也特别多 就个性还被保住 所以他那本书太珍贵了 人家这个切片 民国清末 广美应该看看 这个陈举来见嘴猴塞的 写的当年很多民国的人 也没有见过任何一本清末民初的著作 对当时的男女关系有过这么详尽的 几乎社会学的一个贡献 比方我 我一周四天在大老婆那 然后只有两天跟着小蜜在一块 就是切也不是切 其实就今天叫小蜜 但这另外四天他怎么过 他一出去交际给人弄走了 我一点没办法的 就得叫陈俊来想办法 没错 陈俊来个子人乖巧 长得也不是特别好看 让他跟他自己 你必须陪他 然后你必须跟他亲密都没关系 结果考验两天说他太好了 就是发护情止于理 这定了这两年你得看住他 其他四天你绝对得替我看住他 他就替他看住他 就这样一个十八九岁的一个窑子里 刚出来的一个小女孩 就大量这样的细节 当时人不讲你永远不会知道 我们的文学没有提供这么详尽的这个 除了海上花这样的小说 是是是是 光美你对民国的人物有什么印象 我就不记得我们有写什么民国时期的东西 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如果说我要寻找这方面资料 最好的来源应该是我父亲 那他就是民国人 是 然后他当年还从内地辗转的去了台湾 其实他应该是我这个收集资料最好的人 你哪里人 我父亲是河南 然后他去了海南岛 然后去了三亚 后来去了澎湖还是去金门 然后最后对又去了台湾 但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我父亲对他所有以前发生的那些事情 绝口不提 我好多东西是后来我看书 我才知道 哦原来以前49年是那么样的一个 诡计 他不跟你讲就是我们老家原来在哪里 我是怎么跟着这个蒋 蒋先生 我爷爷也在台湾 我不晓得为什么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甚至跟他说 那你教我说河南话 河南话我现在讲的就是河南话 他根本就瞎掰 他讲的就是台湾式的普通话 但是他告诉我我现在讲的就是 国语的作为 他说我现在讲的就是河南话 这是为什么你觉得 不 国共两党的军人和政治家都不愿意谈过去 那我祖父是黄埔军校的 我到台湾去很想问他 他不讲 他打过仗 什么北伐什么抗长沙战役 他都不讲 我也是有个印象 你比如说有一次就是我采访过这个白仙勇先生 我就发现我很想让他讲讲 他爸爸白冲洗啊 但是我也不讲 他讲昆渠 或者最多讲讲那个时候的生活习惯 对 孙美龄吃什么穿什么 但他不讲这些个历史风云 其实像我昨天看完那个建党伟业之后 我自己心里面有个很大的感触 我觉得是事无绝对 现在你用国共来分所谓的两党 但是我相信我父亲在十几岁的时候 当他决定 他其实没有决定要去台湾 这个决定不是他下的 他只是就是因缘际会转转的 被带到了台湾去 我相信他可能连跟了谁 他都不一定知道的 我不知道 但是后来他就被分成那个 所谓的国民党 所以我觉得 我不晓得我看完那部电影之后 为什么我心里很感动 就是我觉得我用不同的方式去看 过去发生的事情 副辈的那个年代 对就是历史吧 有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书上要教我们黑白是非 但事实上真的没有绝对的事情 是 国民党教的也跟电影上的不太一样 我请你说说这个面孔 就是这个样子 我老是找不着合适的词 你觉得 我也找不到 你觉得他是不是他有个不一样的统一 就是这个年代民国 你看这些人的照片 他那个样子跟今天的演员有一种不一样 有一种一致的不一样 就是一个集体性的所谓精神密码 我甚至觉得有生理密码 在一个阶段 尤其是所谓大时代 就是改朝换代 或者有很多战争 很多那种戏剧性的事情 大规模发生在一个国家 在一个时段 这个时候他会塑造一群人 然后这个人会 这个会体现在这个样子上面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视觉 就是看的有错觉 或者有主观成分 但为什么我看那个时候 人的照片呢 一个个都气宇宣昂 你还是照照相照的好 还是好不容易照张相 你看邱锦 你看这个不管是蒋介石 包括周恩来 照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里面还有一个技术问题 就是你看现在人身份证上那像 能不能跟他们照的比 初期照片是黑白的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初期拍照片 是到照相馆去拍的 这是很郑重 很郑重的一件事情 有仪式感 曝光就要很 有仪式感 再有一个就是 那个时候的所有人 就是高等人 下等人 他都被教育 比方坐有坐向 站有站向 他是一个前现代社会 那现代社会 主张是社会自由民 这都是西方带的头 就是穿个牛仔就上街了 或者怎么样 东坐西躺这样子 在此前 西方 东方 各民族 其实都有一个 行为规则在里面 大家变成生理密码 就是有些动作不会出现 有些姿态也不会出现 所以这个时候 凝聚在一个 这么高度仪式感的 一个黑白照片里面 又经过岁月 所以你很端庄 一个一个人 很有精神头 你跟今天啪啪啪啪 随便拍的照片 嘻嘻哈哈那种照片 你当然 解释得好 其实用白话来讲 其实就是不会装模作样 真的就是不会装模作样 你说那个时候还是现在 那个时候的人 不会去装模作样 但另一面 他又要有点装模作样 所有人拍照 其实进入一个表情模式 你仔细看 他精神头虽然好 但他表情模式 是几乎是一样的 很多还不可以看 不可以看镜头 很少有人笑 是是 他必须端正 正色 对对正色 看着镜头 所以这一切造成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对音 对今天就觉得赖了吧 看今天这张 是吧 那个时候 真有点像